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虽然今天看起来是没什么的 应该是大家都去过生日了 对 因为今天是那个哲学星期五的生日 如果大家有看 因为他们就是2010年的时候 8月的第二个星期五 然后在台北开始的哲学星期五 那今天刚好是这个父亲节 所以我们其实受节制的影响还蛮深的 这声音很奇怪 我觉得很奇怪 团造影响太好了 那我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哲学五 就是 那哲学五他是一个 完全 完全 微微 完全以志工 然后来运作的一个队 我们今天也不是团体 就是一个对付这样子 然后每周大家就利用自己的时间 然后把所有的工作完成 我们今天怎么没有那个 对啊 我感觉少了一个东西 我们今天没有投影 忘记用了 没关系 那哲学的话 他就是完全都是免费的 应该大家没有收到什么报名的通知 或者是要收费 那个如果有收到一定是诈骗的 千万不要相信 那 因为我们每一周就是他都会挑选一个议题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发想 对于这个议题的想象 由各种各种不同的专业 然后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角度 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会去怎么样的去面对它 可是哲学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它不能引进去点 就是我们希望做到一个非常普遍 普遍化普及化的 就是来 我们希望讲者 或者是大家在讲的时候 可以用很简单的语言 然后大家听得懂的 不要用一些专业名词 如果你用了专业名词 我们也希望你可以解释一下 让大家可以很快的接触到说 我们今天进入这个议题的讨论的想象这样子 所以哲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它需要自我介绍 今天应该有些也是第一次来 所以不知道哲武的陷阱就是这样 你看自我介绍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他都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哲武的一个很大的精神 那就是以群众为主体 然后希望说 我们每一周来的讲者与探人 他的意见 不管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们觉得说 大家是可以讨论的 然后是可以顾一下 陈大师不要讨论 你听到自我介绍 你就要讨论 对 那 因为我们今天应该 因为时间很少 大家可以多说一点 那先从我开始 这样子 那对 我们等一下要带到自己 可以 因为我们等一下 因为今天是哲武的身重 我们会接在港 大家可以留下来看看 好 来来来 臭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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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 我觉得可以说 其实就是 我们今天要谈的 可能是选举 然后甚至 有些人在做的罢名 然后到最近的 所谓导播 先进的 他们那个 武政工头发的一个运动 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配合在一起去谈的 因为你选不好 才需要去罢 可是你会发现 要罢名的时候 门槛线还是这么高 然后你觉得 好像也罢不了他 那该怎么办 你会希望 这些代义的政治 或者说 这些 我们再去选 借由一个媒介 来 请他们表达 我们人民的意见的时候 好像也不能忠实的 来传达 来表示我们的意见 我们就用直接民权的方式 我们就要用公投的方式来决定 可是又发现 公投法的门槛有这么高 我觉得这些思想 好像是可以牵扯在一起的 那 希望可以在今天的 这个所谓的 在地政治 做一种职业 我们应该可以 怎么样去 从 生活周周 开始去关心 所谓的政治 然后所谓的 我们的民主的盛态 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希望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 民主政治 那 其实哲学兴趣五 他的那个 自我介绍时间很短 只有十秒钟 那我刚才讲那么多 对 我讲太长 可是这就是 掌握全力者的 那个 可恶的地方 因为他就是 玩弄了这个规则 然后才告诉你说 诶 规则是怎么样 好 那我们现在赶快地 进行我们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洪志宏 那我也来得莫名轻悦 因为 我看到要去我的人 有参加 怎么今天来的 他又不见 谢谢 大家好 我叫郑佳琪 然后我现在十六岁 然后因为就是在 应该 去年的暑假 就是 中一集 提问一下就是 如果我不管政治政治以外 管理这个道理 所以 就一直都我在嘴巴 就是 就是 跟政治台湾 有关系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很明显的 超能力 然后很高二人 我看到很多文章 然后就是 今天后来参加折 我是因为 就是看到这个标题 然后在 人设影 就是高中生人 社会同学影的时候 我们就上了政治学 然后就是教授 就是把民主化这个过程 一直讲的 让我们就是很生动 然后让我对政治 就是很有 其实还蛮感兴趣的 所以一件 第一件事情 各位朋友大家好 然后 简单给我介绍 我叫 刘维华 然后 可以叫我外号 我叫刘维就好 那我今天是因为 朋友聊 聊天 所以我 其实 平常生活的时候 很难很难去感到 感受到政治 跟有什么有关 可是因为 慢慢的 现在新闻 都已经发现了 其实生活 每一个细节 都跟政治有关 都有关系 所以我今天 来一下子的 展座 大家好 我叫何姓生 目前也是跟我朋友 几例准备 参与战域政治 堂楼 那希望 以后 有机会请大家 多指教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生一下 我看到这个题目 对它也很有兴趣 因为我本身学政治 台湾的政治 其实现状全部卡在政治问题上面 所以我觉得 草地的 草根的民主 说不定是一条路 那我希望看到今天 能看到一点点的光剑 谢谢 是不是第一次来政务 是不是第一次来政务 不是一天来 我记得来 第一次来吗 第二次来 第二次来 大家好 我是汉阳 然后在台中 从事市面上修 我原本是住在 我是住在台中县 原本在那个县社 我认识之后 我们第一局都自动练成台中师 他在讲这个 你选领党这种社区的政治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我由于已经没有相应代表了 所以我跟他也相应代表 全部都再来选领党 所以 可以解解到吗 因为领党是要选的 相应代表是 自从姓氏而升格之后 他就都有相应代表这个角色 所以 所以 那个 一般人要从领党开始 从政的难留更加 你知道吗 因为区域然后主派的人 都会变成政治仇宗 或许是仇宗的 然后 对于社区政治 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资源 就有感到来比较 所以今天来 听大家的表情 大家好 我是汉阳 然后 因为自己的工作 跟 不论跟社区工作有关系啊 所以 我刚刚说 欸 现在有一支教授副政筋 我觉得今天 还蛮有趣的 对 然后这个 那个签道表 要麻烦 各位传言查一些 嗯 那两好 就是 就是 我有把 从政当成以后的 可能的 志向 所以 所以 对这个 心意想来提一下 对 你们应该从来没有想过 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想说 我要去从政吧 那 我觉得他很有勇气 你们应该给他一个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 我请知道这种 现在这个 政治环境这么糟糕的时候 到时候我要去从政 大家好 我是汉阳 那我今天会来 因为我有朋友在大学 毕业的时候想要不准备 这样 但是这句话 我觉得五年过后 他并不这么如意 现在在帮西元 当助理 就我想知道 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 好 诶 大家好 我叫女凯莉 大家可以叫我K 我是代表大学 大学 大学转播学系 然后现在要生三年子 然后我本身是 开始对政治有兴趣 可以算是从台湾熟悉开始 然后 从这时候开始 其实自己接触到 自己也发现到 其实对 呃 自己本身对台湾 真的是非常有用 然后 然后 会对这个 会来参加是因为 朋友邀请 对 然后我开始 直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发现到 我其实对 我自己的理由 我根本不知道 他理想的是谁 然后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听过他的人 他的人 然后 呃 然后我也会想到 诶 系上学姐好像也有 最近在做一个主题 是关于青年兵参选 村里长 就是从草公的社区政治开始 然后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我想要借我 来参加这个活动 来 知道说 社区政治 草根的政治是 是 是 怎么一会其在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主委 然后 是不是现在 台湾熟悉教育学系的 大衣食政 然后 嗯 你就是之前有考虑过 就是关于 自己当训练好的一次 所以就很想来 给他那个 事实解释的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会想要 选村里长 嗯 因为觉得自己很喜欢 自己的家乡 所以很希望自己 会自己的家乡 就是希望他能够 保留他那种 没考虑 然后也希望自己 会这样做出自己的 喜欢变家 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家乡 然后把它保留下来 好 那你家乡住在哪里 我住在大雅乡 就是里面的大雅乡 他在大雅乡 那 为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 你觉得那个家乡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 为什么你会希望 你成为 那个地方的 里长 或者是村里长 然后去 从事这样子的工作 就是 我觉得 就是很 就是大雅 算是一个 就是他最有名的是 他是 台湾最主要的 台湾的地方 就是说 就是他算是一个 就是 家乡风化比较 多的地方 可是 就只能看到 就是可能因为社会 就是很好 公共发展 然后就是 巨大世界 就是整个 就是家乡化 就是到处 会防止产业 然后就觉得 感觉很大 就是那种 在乡村的里面 好像都比较有幸福 然后就希望 就觉得这是很好的 很好的东西 希望你要保证 好 那我们可以挑战一下 每一挑战就能不能 就是 如果有人说 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 我就是想要中科来 我就是要 很发达 然后我才不要这个 乡村的样子 我不要这样去看展 做后 怎么办 嗯 嗯 可能就要同中 因为那是我 那个不是我里面 可能就要同中 去留会 然后找到最 大家最多的地方 希望 我们今天 应该会让你有一些 更多的想法 再分享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乡村 那个 我来 歌舞地参设 然后对于这个 主题 觉得蛮新鲜的 因为我最近 有在 现在的 工作坊 就是社区 引造一个 工作坊 的人 对 然后 我们在 访问 那个 该地的社区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那个 就是他们社区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他们当地的里长 竟然 假装不知道 他就是故意忽忍 然后那个里长市 已经年纪很大的 对 就 就 变得不管市 那我觉得 这就是 那个社区的很大问题 就是 有些都是 就是 嗯 他们一讲 选出来的 就是 好像就是靠自己的 一些 地方的角力之类 然后让一些 就是对社区有热情 有热情的年轻人 有把 淡血 然后无把 就是改变社区 那我就想要 对这个 主题呢 就是想要来听听看 对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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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嗯 因为我昨天有去参加 因为 我去参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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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我觉得 对 对 就是 我觉得 阿文的和学 就是 我们正在做 200钟的人 不是我 对 就是 所以说相当太大 而且 就是 就是 嗯 就是 因为现在很多 民众都会觉得说 今天 可能会出现 是 我不知道 我可以理由 偷到的事情 那如果有事情的话 就不知道 理想不到 理想不到 那我就觉得 阿 然后 其实我最近 就是 因为我知道 我那个理事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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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 我有去找过他 然后 他家人就说 他家人就说 他家人就在了 然后 就是最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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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然后 就是 然后 其实 我回判到 很多 就是 就是 才要 应该要参与 那些多话 对啊 然后 其实 你 你 你自己的分数就是说 就是要去 很了解说 他家人是什么时候 做到一些 所以 然后 就是 这样子 他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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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一些 信息 这样 就是 那 那你跟你们的 你的特色是什么 我那你其实是 算是个小特色 然后 说实际下 像我们之前 好像 也有那些 你算小像子 然后 他 他 他 我去 用那种 然后他好像 就是 我 才能是 的功能 我去过来看 看一次 然后 他人就走 然后 我就觉得说 他自己 都 在他ino 他人是 有 他人 他人 都 有 这么多 就是 就 这 他人 就 你在 走 那 你 你 真的 但不管是甚麼組織 所以在這裏提供 到今天就要學習的收穫 大家好 我叫劉楊環 哈囉 我剛從東華大學時評所畢業 然後我想說 趁現在有空的時候過來 所以我這邊聽聽 謝謝 是台中的房子 所以會留在台中工作 好 那我們歡迎你繼續來車路 大家好 我是現在高三位的學生 來到台中 今天就來聽聽看 讓我們在這裡 你們大家好 平常我是在外面部門的 今天人比較難去 大家好 我是沈志謙 然後我是第三次來車路 然後我今天後來是因為 所以就已經把八協物 那我胖子在家 所以 不用把姓住了 所以就來看看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 我 那是住我家 那附近 住我家 在我家那裡住很多 但是很像 都沒有看過 我們家那裡的村民黨是誰 很像只有在選舉的時候 他拿那個選票來的時候才看到 對 所以我 其實不知道處理長到底有什麼 工作的項目 所以我今天來就是想 邀請一下這樣 拿選票去門家應該是營長 營長 有可能 好 謝謝 我是許仁雅 然後我今天是第一次來 然後那個就是會來是因為一個題目 其實我有一個疑問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衝突 因為我覺得社區政治應該是跟 就是不一定要跟選舉搭上東西 應該是就是我們家那個裡 其實跟他們家那個裡 其實情況有點不一樣 就是我們家那個裡是比較溫暖 就是大家都會參加那個社區的事務 所以我覺得就是只要 就是大家如果對這個社區 或對自己的家鄉有一個認同感 或是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參與 對 所以我其實想要來解一下 就是這個情緒到底在剛才 大家好 我是石友 我是上班旅 然後今天是我自家吃在這裡 謝謝 謝謝 師傅 這是我玩嗎 親對你幫我誇張 對 這裡 這裡 好 不對我了 大家好 我叫陳馨 然後還常來哲舞的 其實我今天本來有帶一個朋友過來的 可是我等太久了 我真的等太久所以我自己過來 然後我都沒有這樣子自慣 我還是慶祝父親節 不是是有孩子的朋友現在找我 那其實有陰陽的其實還蠻有找我 因為我以前來幫那個侯興生 他平常參選民間 我再幫他一些 然後我想介紹他認識他 跟他還蠻了解一些東西 對不對 那至少 因為他跑得下來 他怕思想說他那邊都還蠻不錯的 對 然後或許可以給他那邊某些的方向 對 來 來 大家好 我是姓郎 我一直在我師父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韻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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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韻芳的行事店長 那我們韻芳在立方合系的公共工作空間 那平常就是有一些個人工作者 或是小型的場面或是在這邊 也不靜置 那晚上的時候這邊就是當活動的場面 那歡迎大家來 我們就茶水在這邊 然後廁所在這邊 歡迎大家進行使用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阿峰 我是一個主力資源的一個工作者 然後因為最近我們工作室規劃的行業 就關於在地這樣子的一個 紀錄片的一個規劃 對 然後有一個部分都 現在只要記錄那個 我們中部已經有年輕人參與 所以今天來做出你們的一個聘業的拍攝 謝謝 我是主櫃 我是這個計畫的實習資源 謝謝 我也是只有我的施工 大家好 我是任何師 我是天下禮拜五的 一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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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就是 沒有 進來就是 就是 大家好 我叫博翰 然後我是之前 獨特的設計師 設計師 設計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主櫃 然後我們是 我是因為我們製作會員的 製作會員的這個活動 所以我過來看一下 哪邊的製作 神剛浮盡 那你要講一下神剛浮盡的意思 現在要講話 你只有三十秒這樣 那裡面 沒有 主要會來看這邊是因為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就會跟 我們的領長現在 現在的領長站在一個 做人的利益的狀況 所以 所以就是想要多留一些東西 對 後面還有一個沒有自我介紹 對 不然你進來就發現 不好靠 那我怎麼都自己介紹 各位大家好 我叫博翰 那我是 寡國情境的自動夥伴 那 好 我們就不多說了 我們直接進入那個 欸 來來來 來來來來 坐坐坐坐坐 現在 來 坐坐坐 好 是有介紹 欸 各位參加藏學舞的我 我大家好 我是 我叫佑遠 然後目前 那個 教育大哥應該 我們有聽過片段 我們目前是正直去摸摸 那個 那個假練是怎麼樣 謝謝你們 謝謝各位 對 好 那我們就不囉嗦 啦 我們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那個 哲學興趣舞 好不好 好 好 自我介紹 那個 到這邊 其實我也要自我介紹 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楊總理 那我也是哲學興趣的自動 那 其實哲學興趣舞 剛剛講說四週年了 其實四年前 我就參與哲學興趣 在台北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大概大概只有五六 大概六七個人得到 那也一樣每個禮拜五 在一家咖啡廳裡面 那部廳就六七個人在談 一些公共性的議題 第一場在談 自殺 這件事情 那其實 一開始 很多人都覺得說 那你們就是一群人在談 這些問題 到底是有什麼 可以吸引的地方 或 其實我們不是說要去吸引人 而是說我們希望透過一些公共性的 言談 之間 然後我們至少說 可以 讓台灣可以有 開始有 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產出 而不是說我們只是看那種 所謂電視上的 政論節目 扣文節目 那一種形式 所以我們稍微 哲學興趣有誕生 這樣 那我們也希望 希望說哲學興趣 其實不只是 像在台北這樣一個都會區 我們希望說在 比如像在台中 在各個地方 我們開始有 自己在地的一些想法 跟想像 所以 今年1月 我們也開始在台中 開始運作這個 哲學興趣的工作 那當然 哲學興趣的工作 全部都是由志工 來幫忙 所以剛剛 從這個 開場的組織 我們攝影 然後我們說 現場的錄影 的這些直播 他有包含 剛剛一些 在我們底下也有一些 都是我們哲物的志工 然後非常辛苦 每個禮拜 在籌備 每個禮拜 不同的組織 這樣子 那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 其實在我想像之後 就是一個小型的社區 它是一個很 有機的環境 就是說 每個人希望說 可以貢獻自己一些 對於公共事務的一些 想法 然後透過自己 在這個團隊裡面 去產出 去運作 那我覺得 基本上 就回到今天 我們當社區政治 成為一種職業 因為我們想像中 這個社區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 應該我們可能 待會要去理清楚 那可能 也許陶老師 陶老師 是我以前在東台 社工系的時候 的老師 那 其實我們以前在學 社區工作 其實我們一直在 其實 在十幾年前 我學社區工作 一直到現在 我還是在覺得說 社區工作到底是什麼 我還是在思考這件事情 那我還是在思考說 到底什麼叫做社區 這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問題其實 對我來講 它沒有答案 那 它永遠是在我的心裡面 就是放在心裡面 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然後我要怎麼去思考它 社區是什麼 那 漸漸的其實 我也參與在不同的NG工作 參與社會運動這麼多年 那 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就是 漸漸的也想到說 我們一直講 社會運動裡面 有其實 免不了要進入到 政治上的議程 也就是說 進入到政治裡面 就是說 我在推動很多的社會運動議題裡面 其實也不免得 要去跟政治人物接觸 那我就開始 有時候也必須要讓自己更務實 那 政治到底又是什麼 可是我希望說 我在思考政治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是透過一個 社區的方式 也就是說 我常常在 跟很多的朋友在分享 就是說 我在思考政治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不要把它想得太遠 比如說 因為今年 也許是318 這個佔國論運動的關係 所以越來越多人 喜歡 來關注這些公共的事務 然後開始來關心 我們的政治到底是怎麼樣 你關心的福貿到底過不過 這些自由貿易 到底對台灣的講法有什麼影響 這個 我覺得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 另外的東西 我覺得應該要我們回歸到更基本 就是說 回到我身邊 生活上的政治 因為 比如說我在跟媽媽講話的時候 我媽媽可能不會關心自由貿易是什麼 但是我要跟她講說 也許比如說福貿 或者是說 自由經濟 這個示範區 資金區這些 自由貿易的推動 比如說 你在買菜的過程裡面 會影響到你身 你在購買一些產品 購買一些服務的時候 相對又影響到你身為 我說這個叫做生活的政治 我必須要用這種語言來跟不同的人對話 所以 跟我做社會運動的人 我可以用一些更深的方式來對話 可是跟我 也許我們是站在不一樣基礎上的人的時候 我又要采取另外一個方式來對話 那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生活政治的一環 那 尤其是我們回到台中在地本身 就是說 我們看到台中過去這十幾年來 它有很大的改變 可是這個改變也許對很多人來講 它是很傷心的一個負面的改變 就沒有變得 讓你越來越喜歡自己所居住的這個在地的環境 所以 很多人開始想說 今年要來參與這個村里長的選舉 有人說 大家來選村里長 因為他可以製造就業的機會 那 也有人說 像是民主小草樣 或是像這個台點 這個福爾摩山會社這邊 他們也鼓勵年輕人出來選里長 那我也覺得 這些事情都應該要被鼓勵 那在被鼓勵的同時 我希望說 透過摺五這樣的環境 我們來思考 另外一個就是說 不是談選舉上的技術面的東西 而是談 我們回歸到最基本的想像 說 選舉村里長 所以我才會 我們題目說 成為一種事業 就是社區的政治 就是說村里長 它是一種社區政治 當村里長是一種事業的時候 它是一份工作 事業或職業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想像你的社區 而不是說我們好像 貿然的就投入了村里長的選舉 我們帶著很大的 有很好的夢想 可是這個夢想 當我實際投入到這個 這麼務實的環境裡面 萬一我的夢想破滅的時候 我怎麼因應我自己 怎麼跟自己對話 那我又站在什麼樣的位置去思考 我相信在場大部分 不會是候選人 可是同樣的 我們也必須站在我們每個人 自己的角色跟位置去思考 那我到底在我的社區裡面 我扮演什麼樣的位置 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同時就是說 也許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會去發覺到 我們自己社區人生的問題 這個是傳統的社區的概念 那另外我剛剛講 另外我自己定義的那個社區的概念 我說摺魯它是在一個小型的社區 那或者說像好爸這樣的 共同工作的空間 對我來講它也是一個社區 為什麼 它可能跟傳統的靈禮的 組織結構不太一樣 我們所謂選舉的那個概念不太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也許好爸在這個空間裡面 它也可以去行作 去聚集到不同的人進來到這邊 對於一些共同的事物 共同的公共的想法 開始去激發彼此不一樣的想法 這樣子 那另外 比如說難道說 在社區裡面的雜貨店 不能形成一個 他們獨特的居民去 在那邊產生感情的一個 據點聚落嗎 也有可能 那也許比如說 安清班 好了 社區裡面的安清班 也有可能會形成這樣一個 社區 小層的一個 社區的據點模式 那所以說 我希望把這個社區的想像 就是擴大 那不要大概很局限說 我們好像只有做靈禮 傳統的這種靈禮社區 那好 我大概先前面底也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想說 可能就是有這個 因為陶老師也是在社區工作方面 是長期的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和觀察 那待會我會先請陶老師 來談一下有關於這個社區 或社區工作的一些看法 那另外 其實我們今天也要請到另外 薛亞文 他是這個 就是好辦的這個 中區的律房領 今年的你參選 準備要來參選 那也許也通過亞文的分享說 他個人生命經驗 為什麼讓他想要從事這個職業 那也許也可以提供大家不同的參考 然後或許你底下也有一些不同的 我朋友其實也約約欲試 那我們也看看說 到底不同經驗的人 在對於村里長這個位置 這個政治位置 這個角色 到底又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最後我們待會 兩位分享結束之後 我們會開放給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 我們一起來做一些討論 那有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也不一定要有問題 也許你會先回饋也可以 好 那我是先給這個報紙